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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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就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129页 133经 好 那这个133经到136经 在这里 133经到136经 那么是有部特有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一百 不是一百 这整编第 没有 您的课本是在这里 整编第三页 我看这里有整编 整编 所以却有部 阿含经整编前面的 整编我看哪里 整编阿含经的三部分 他在阿含经的传译这一边第一个 到看38月 应该是 38月最下面 他说 道俗第二行 他说现存的阿含经 原始佛教圣典 全部都是部派传出的 那汉义的扎阿含是上座部中 说一切有部的 诵本 主要是有几部经来判断 它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一个就是扶掌欲经 一个就是顺别处经 说一切有部是说三世有 所以特说云和一切有 肯定的说 已有过去社故 已有未来社故 所以圣地子要不顾念过去社 不心求未来社 那么这个都是现存八例圣典相应部 那么属于分别说系 属于上座部中 分别说系 事同别部所传所没有的 就是八例圣典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好 那么现在要讲的就是 所谓的已有过去社 已有未来社 那么所以佛要地子 不顾念过去社 不心求未来社 现在讲的就是这几部经 放回来129页 从133到136 那这几部经是有部特有的 那相对应的南传的 这个阿含经里面 就是相应部里面 并没有这样说 那我们就先知道 他说有一天佛在舍未果 齐远金色 那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过去未来社 上无常 旷复现在社 那么他说 多文圣地子 如是观察 不顾过去社 不心未来社 于现在社 燕离于灭 极尽 那通常 燕离于灭 极尽 那它是有分开的 一般都是燕离于灭 灭就是极尽 那么受想形式 异附如是 比丘 那他说 这个若过无过去社 就是我们刚才念的 就是假设没有过去社 现在在讲 就是实际上是有的 那所以假设没有过去社 那么佛就不会教这个弟子 要不顾过去社 因为有 所以叫他不要 那么顾望 就是过去社 已有过去社顾 就实际上是有 所以一般 他是一切法有的 包括这个 设法的一个 一个实在性 那么多文圣地子 不顾过去社 因为就是有过去社 所以佛才会 要地子 那么要不顾念 过去社 因为你有 但是你不能社 那现在你有 但是就是实际上 也有过去社 为什么 过去已经过去社了 因为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这个意思是说 比如说现在社 明显是有的嘛 现在社 我们有些人看到这个 还不晓得他到底在讲什么 那么过去 现在未来 好 那社是社法 那么 你可以看到现在社 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比如说身体 这个身体 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花 那主要是身体 好 那社法物质 你现在社 你是可以看到 你说不要单恋现在社 那可以啊 但是你说 不要顾念过去社 也不要单恋过去社 过去社都没有在意 你要去怎么去顾念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过去跟未来 它现在是不存在的 现在是不存在的 那 假设我要顾念 我要怎么顾念 我那个物质在哪里 我要怎么样顾念过去社 它的意思是这样 那就是因为有过去社 所以 你说不要顾念现在社 那可以讲得通啊 因为现在社就是这里啊 你不要执着啊 可是你不要顾念过去社 那过去社 假设它是不存在的 可是它是没有的 那要怎么顾念 那没办法啊 所以它的结论就是 就是因为有 过去社还是有的 它有那个实在性 它不会没有 所以佛才要 它不顾念过去社 不顾念未来社 因为未来还没来啊 过去已经过去了啊 只有现在是实在的啊 只有现在才有 过去跟未来都没有 那但是佛会这样讲 就表示什么 过去跟未来都什么 都有 所以叫做什么 三世实有 我这样讲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不然你不晓得 它为什么不顾念过去社 因为有过去社 所以佛才会 说不要顾念过去社 所以它从这里建立 所谓的三世实有 一切法 那一切法当然包括 社法 心法 心所法 然后如果 如果后面的还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 有为法无为法里面 包括社法 心法 心所法 跟心不顾念心法 这个是 这个是 是那个 世青 世青菩萨整理出来的 比如说 一切法 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因为有部 他就是强调一切法实有 而且是三世实有 有些部派不强调三世实有 有些部派只强调现在有 他还是法有 但是只有现在有 过去跟未来 都是依现在而立的 所以他是没有的 但是有部强调三世实有 那么这个观念 有一点像我们现在 所谓的平行时空的概念 其实过去的你 现在的你跟未来的你 其实是从始存在的 那你只说你可以 穿越过去 你可以穿越到未来 那他还是在那里 就变成是这样 就有一点这样的概念 但是他现在讲的是 一切法的概念 那我们说一切法的概念 在阿罕经里面 在阿罕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十二处 十二处 内六处 外六处 这个是包含一切法的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基本上来自于我们的感官 那么我们感官所认识的 一界境界就是一切法 基本上就是内六处 外六处 所以言而彼者生意 对色身相会触法 就十二处 基本上是以十二处为主的 讲一切法 那到了部派 他一切法的范围扩大了 一切法的范围扩大了 变成他不是内外 就到部派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是 这个是依据舍论整理的 那如果不是据舍论整理 这么简单的话 那会更复杂 那会更复杂 那他法非常多 我忽然间这个部派的部不会写了 部派 他就分有为跟无为 一切法里面 就分有为跟无为 所以叫做五为七十五法 这个是依据舍论的 整理出来的 那部派讲的不止这一些 但是就是整理 整理成简单恶药的 据舍论讲的五为七十五法 那么有为法就包括 心法跟非心法 我们讲设法跟非设法 设法 心法 心所法 跟心不相应 心不相应行法 就分这四个 心不相应 相应 那五为法 五为法就是五为法 就是涅槃 有三个 那么虚空无为 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就三个 他有所谓的虚空 那当然各个部派不一样 各个部派的五为法 加起来大概有十七八个 全部加起来 那一般部派 有部的他会讲三个 虚空 折灭 非折灭 这个是五为法 就是不生不灭法 他已经不生不灭了 那非折灭是 圆缺不生 他再没有生的因缘 他也不会灭 因为他就一直存在 他只是圆缺不生 那么大概就这样 那现在就是讲 过去 现在 那有部是讲 这一切法都是实有 而且三世实有 这一切法实有 好 那他现在是在讲 这个问题 那我们说 这个是有部特有的 有部特有的 这样三世实有 那他从佛陀说 要地址 不要顾念过去色 不要新旺未来色 不要单恋现在色 就是他不要顾念过去 不要单恋现在 那么不要新旺未来 那么色受想形式 都是这样 过去色受想形式 现在色受想形式 那么他从这里 那么说明 证明 实际上是三世实有 如果不是三世实有 佛怎么会叫你 不要顾念过去色呢 过去色 只有现在色 或是根本就没有 怎么会叫你顾念呢 那你说顾念现在色 那还有的说 那过去都没有色 那怎么会顾念过去色呢 所以肯定有 所以才告诉你 你不要顾念过去色 好 但是你说这个逻辑通吗 那么当然 这样说起来 有些人就认为 那么这样的逻辑通 有些人就认为 这样的逻辑不同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已有未来色 所以多闻圣地子 不心未来色 心就是心乐 心求 一般叫做顾念 对于过去 你回忆 那么你恋恋不舍 对于现在 你单恋 你执着 被吸不住 对于未来 你心求 那么也是一样 那么直取 直取 所以他说 若无现在色者 多闻圣地子 不予现在色 生厌离异境 那么现在色也是有的 那么过去 未来 现在 这些所谓的一切法 都是存在的 那受想情是 义父如是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 有不特有的三世 一切有的 包括福长御经 也是这样 好 其他的 无常 苦 空 无我 就是这里是讲无常 以这个 过去 现在 未来 色素小型是无常 然后过去 现在 未来色素小型是 苦 空 无我 又三经 苦一经 空一经 无我一经 那么 无常一经 总共四经 就134 133到136 这四部经 是三四十有 那特别是 特别是 说一切有不利的 好 那这个我们就 就大概知道是这样 好 来看 137经 那这个137经 还蛮有名的 因为它在讲 三妹 尤其是所谓的三三妹 那这一部经 比较复杂一点 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这一部经 又叫做 圣法印经 圣法印经 底下有讲 它说有一天 佛在 起眼经色 好 那么 世尊跟比较复杂 当说圣法印 那我们说 知道所谓的法印 基本上就是 三法印 或四法印 我们一般说的法印 基本上就是 三法印 或四法印 如果讲四法印 有时候讲四法印 有讲三法印 那诸贤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涅槃基金 那如果没有 诸受是苦的话 这个我们叫做三法印 那有的话 就是四法印 这个叫三法印 就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涅槃基金 那么如果加上 诸受是苦 就四法印 就变成这个是四法印 那这个是三法印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里讲的圣法印 基本上是讲 我们说主要是 类似讲 这个三面 空 空三面 无相 无所有三面 好 那一般大圣的 所谓三三面 是空无相 无愿 那这里是讲空 无相 无所有 那三三面 当然后来就是 也是蛮是一个问题的 就是后来他有一些变化 从阿含金到大圣 那么三面 他就是所谓的三三面 他有一些转变 那么比如说像无愿 那么这个本来他解脱到 他就是希望入涅槃的 就不愿生死 他的无愿是不愿生死 那么到大圣的无愿就是 没有 就是不入涅槃 就是没有入涅槃的愿 就是要成果 那他就稍微有点点不一样 他就是 阿含金里面是不愿在生死 所以他要涅槃 那到大圣 他的无愿就是不愿生死 不愿涅槃 就是不会入涅槃 他要成果 度众生 忍而不振了 那所以这个又不太一样 那当然他空无相 无所有 一开始是这样的 后来变空无相无愿 后来这个无愿又转变 那涅槃的概念也转变 就佛的是大波涅槃 旧境涅槃 那又不太一样 所以从佛教的思想史来看 那么有一些概念正在不断地转变 那这个从佛陀时代就这样了 涅槃是印度的概念 波勒是印度原有的概念 佛陀是印度原有的概念 解脱是印度原有的概念 但是佛陀把他们的概念换掉 就是说 外道的涅槃不是真涅槃 佛教的涅槃才是真涅槃 那么外道的智慧 外道的波勒不是圣意的波勒 不是真实的波勒 佛陀的智慧 解脱的智慧 才是真实的波勒 圣意的波勒 这种就是你在佛教 在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世间的名词 那么佛陀沿用世间的名词 但是给他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内容 印度外道的涅槃 一般人的涅槃 这个苦的洗面 那么佛陀的涅槃 佛教的涅槃 一切苦的究竟洗面 那么涅槃它洗面 但是它没有究竟 它还会再起 那么就是苦洗面 它还会再有 那一直会有 那这种苦洗面 还有另外一种苦 那所以就是不断在涅槃 那或是他心激进到一个程度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非想非非想 他也觉得是涅槃 但是佛教的涅槃就是 但是这些涅槃不稳固 它虽然洗面 但不是究竟的洗面 不是彻底的洗面 所以佛陀的涅槃 佛教的涅槃就变成 一切苦的究竟洗面 我神已经犯了你力 到了大圣 这个涅槃又变了 他们的涅槃 不是僧文的涅槃 是大波涅槃 就是圆满 彻底 无上的 那又不一样 那波勒也是一样 它也是世间固有的名词 波勒也是世间固有 解脱也是世间固有的名词 佛陀都是世间固有的名词 抉择 但是到了佛教 他给他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他跟外道有分别开来 后来就变成佛教专用的 大概就变成这样 现在我们会看到 大圣也将用这种方法 就是把生文的一些概念换掉 就是生文的涅槃 生文的涅槃是化成 是婆娃就讲的化成 它不是真实的 那生文的智慧 波勒不是究竟的 不是彻底的 就布派里面就讨论这样的问题 三相过河 那生文的波勒 也可以 就是生文的智慧也可以解脱 就是三兽过河 就是兔子 那么马跟象 那么都过这条生死盒 但是兔子踏不到底 兔子是游过去的 浮在水面上游过去的 脚没那么长 那马就不一定 有时候踏得到底 有时候踏不到底 那象很大嘛很高嘛 它一定都是整个踏到底过去的 就是彻底不彻底 究竟不究竟 但是都可以过这个生死盒 那这个是变成 这个佛的智慧 跟阿罗汉的智慧 佛也是阿罗汉 但是他的智慧的深浅不太一样 深浅不太一样 那波勒经就叫做 所谓的毛孔空跟太虚空 那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说 那么生文的智慧不能叫波勒 因为他不能成佛 只有成佛的智慧才可以叫波勒 你看 这样所谓的这些概念 它就开始慢慢慢慢转变了 比如说我们读佛法 学习佛法 稍微要了解就是 它有一些概念在不断地转变 所以你在这本经看到的这个名项 不等同于 就是你在阿罗汉经看到的这个概念 它不等同于在大圣经看到的 那大圣经也有福音 看你在哪一本经看到的 你在维世看到的所谓的了意 不等同你在中观里面看到的了意 那么所以 所以就是空也一样 你在维世 在如来藏 在中观里面看到的空 跟在阿罕看到的空 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的上面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一个内涵 概念是不太一样 那跟外道当然就更不一样 外道也有涅槃 也有解脱 也有圣者 但是概念就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 如果读多一点的话 你慢慢就能够分别出 它这里讲的是什么概念 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它说当周圣法印 即渐清静 渐清静 那么地听 善师若有彼丘作如释收 他说我于空三昧 未有所得 而起无相无所有 离慢之见者 莫作释收 所以者若于空未得者 而言我得无相无所有 离慢 就一般我们讲的 心离我慢 顺得涅槃 那么自知自见 那么自见就是 我知我见 我胜我烈 这一些 离这个慢 离这个慢 跟这个知见 那么 这个知见是指 这个知见是指 我胜我烈 我等 这个慢 那么我知我见 就是我知道 我比较殊胜 那么我比别人不如 我跟别人一样 它这个明显是由我见 就是我知我见 那我胜我烈 这种 那这种基本上就是 我慢的一种 我慢的一种 所以他这里讲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说 假设你没有得空三昧 那么你说 你可以得无相无所有 那么你得无相无所有 你就离我慢 那么可以得涅槃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无有是处 就是没有这种道理 有是处 无有是处 这个常常见 这个佛的实力里面 就有处非处自立 有是处 阿安经里面常见 无有是处 你不一八正道 你说你可以得涅槃 无有是处 你不一八正道 你就可以解脱 无有是处 你不一八正道 你就可以灭苦 无有是处 所以你持一句作 两句作 三句作 你就能灭苦 无有是处 没有这种道理 你念佛 念菩萨 念咒 那么你都不懂道理 你没有消除我见 你就能够灭一切苦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切苦的根源在 我见跟我爱 你没有灭掉我见 你是不可能 可以灭苦的 因为苦的根源是我见 那你念咒 你不能从这个咒里面 体会无我 你念佛菩萨名 你也不能从佛菩萨名 里面体会无我 假设你念佛菩萨 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 波作三辈经就这样 但是它并不是用这个名 它是见识见识的 比如说波作三辈经 它这个方便 你念阿弥陀佛 那还观阿弥陀佛 那么 非常专注 正念正定 非常专注 然后看到阿弥陀佛 你问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你起观 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我为什么可以见佛 为心所见 再观这个心在哪里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射受强心又是这样 那不观 观这个 那你就什么 正如无我 那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方便说 由慈敏念佛到实相念佛 但是它并不是由慈敏念佛 念佛而什么 而解脱的 不是的 但是从因上讲 从因上讲 你可以说这个人 念佛得解脱 但是如果你不会观 你不知道无我 你不知道无我 你只是念佛 然后求阿弥陀佛 或是你认为有一个佛 你希望见到阿弥陀佛 那么你看到佛了 这个还没有 看到佛了还没有 那么你要看到佛之后 你要用智慧来观照 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那我为什么 我念佛就可以见到佛 为心所见 那么心是什么 再去观这个心在哪里 心是什么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就这样观 那么观的时候 会发现到心在哪里 心是虚妄生的 那么从这个心是虚妄的里面 看到什么 无我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便 后来我们就变成 变成说 也慢慢 其实它是 它是给你一个 我们叫做方便善巧 让你的心 收射心 然后 因为 指跟观 指就是让你烦恼 止住 你没有妄想 那么你 你还有很专注的 提起心来 你没有昏尘 那么 你远离 调局 跟昏尘 那么你有正念 阿弥陀佛是正念 正念 那得正定 由正定在起观 其实这样 但是多数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道理 他不会起观 他不会起观 他不会观无产无火 他不会 那这样就没办法 这样就 你没有办法真正离苦 得解脱 那你说 那这样 我又不要离苦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就好了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基本上 他都是讲 所谓的有四处 无有四处 因为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是因如是果 因为这个原因而生死的 因为生死而有苦的 那么你要灭一切苦 你不可能 没有解决到那个因 就是 他这个门就是在那边 那你不从这个门路 你说从其他的门路 那是不可能的 其他没有地方可以路 只有这个门可以路 这个门只有这个钥匙可以打开 你其他的钥匙打不开 那么你没有这个钥匙 你说记得这个门 那是不可能的 类似像这样 所以常常有所谓的 无有是处 有是处 有这种道理 有这种道理 没有这种道理 没有这种事情 那么 这个在暗暗经里面 很常说 很常说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 他这里的就是讲什么 就是 你要先得空 才能得无相 无所有 那你得空无相 无所有 你才可能得解脱 就心 离慢之间 就心里我慢 顺德虐盘 那么你才有可能 如果没有 你没有证到空 那无常苦 空无我 那么你就 你不能 你不能观空 就是空三妹 不能于空得三妹 那么 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那空三妹基本上 就是 已经是 那这个三三妹 在暗暗经里面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就是 它是有次第的 空 无相 无愿 一种是 空就等于无相 无相就等于无愿 他有这两种 我记得我们讲 宝质经的时候 也有讲过 好 再往底下看 他说 若有比丘做事说 我得空 能起无相 无所有 离慢之间 此则善说 就有这个道理 这样讲才对 如果说 你没有得空三妹 你就能够得 无相 无所有三妹 而且 你能够 解脱 那是 没有这种道理 没有这种事 那你如果说 我已经得空 空三妹 我从空三妹里面 那么 再起 再起 无相 无所有 那么 由无相 无所有 而离 我慢 然后可以得虐盘 那这个是有 这样讲是对的 其实这样 所以者 为什么呢 他说 你如果得到空 那 这个 能起无相 无所有 离慢之间者 无有四处 那么 所以 他说 这样讲是有道理 那说 云和 圣地只 即 见清净 那这前面是说 假设你能够 得知见清净 知见清净 就是得解脱了 就是如是知 如是见 那么你 真实知 如实知 如实见 如实 见到真相 见到真理 那么 你就能够得解脱 我们叫做知见清净 那么 这个 你能够这样 你能够这样 那么叫做 见清净 他说 云和圣地只 即见清净 比丘百佛 佛为法根 法眼法医 常常都这样 佛是一切法的根本 请佛为我说 请师兄为我说 诸比丘 闻说法 我们大家听了之后 一定会照佛所说的 去修行 佛就跟比丘讲 这里 我们就稍微给他画一下 这第一段 第一段 空 他说 若比丘于空闲处 树下座 善观色 无常 色底下一定是无运 受想形式 磨灭离遇之法 如是观察受想形式 无常磨灭离遇之法 观察比武运无常磨灭 不兼顾变异法 心热清净解脱 视明为空 这是第一个 空善灭 但是 光单观武运无常空 一般讲 无常苦空 那么 单单观这个无常空 有些还不能 就是离 慢 之见 清净 就是说离慢之见 这里一般是说离慢之见 然后得清净 现在是第二段 第一段是空 得空三昧 但是得空三昧 这个就是次第 那么我们说 三昧 三三昧 第一个三三昧 有很多种说法 那这里的三三昧是指 空 无相 无所有 空无相 无所有 那这个空无相 无所有 它又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 一种是 空 无相 无所有 是次第的 一空 然后得无相 然后得无所有 然后得解脱 那一种是 空可以得解脱 无相可以得得修 无愿也可以得解脱 它三个是同等的 那这个有一点像 比如说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一般的说法是 不管你是修四念处 四正寝 四如一族 五根 五律 七觉知 八正道 它都可以得解脱 它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在部派里面 或据手论里面来讲 它就不一样 就是七觉知 跟八正道 是得解脱的 那四念处 四正寝 四如一族 他们这个是次第的 次第修起来的 它又不一样 那就是说 四念处 四正寝 这些基础 然后到七觉知 八正道 这个才得解脱 就是它就变成 一阶一阶的 那有时候 我们会看这一些 比如说像三三妹 也有这两种 也有这两种 那么这个经里面 这个经里面 主要是说 这个三三妹 它是次第的 所以你在这个空 佛告比丘 这个空闲处 寿叫做上官设五常 那这个 这个五云五常 第一个 官五云 五常 就是空 得空 那么还不能得 还不能离慢 之间 得清净 那么 它说 这个是第一个 那要 接下来要怎么样 正思维三妹 官 然后 一正思维三妹 官设相断 身相为处法相断 前面是五云 这边就六处 你看 设身相为处法 这个法 这个叫做无相 那无相又叫 就是你正思维 你正思维 就是你修这个无相三妹 这个是第二个 我们把它注解一下 那等一下就比较好看 那么这个是什么 官外六处相 外六处的相 就是设身相为处法 这些法相 那么 它 不止取 它 不止有 这些相 断 那么 这个叫做无相 这个就是 所谓的空是什么 所谓的无相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是 这一部 这个经里面的说法 那么 到底什么是空 无相 无所有 或是空 无相无愿 那么这个又我们说 一个概念 它会不断地转换 它会不断地转换 那么这里 这里说的是这个 就是 阿含经里面的 一个是观五院 无常空 第一个是观 外六处 外六处 设身相为处法 的一切相 一切法 那么你不止取 断 他说 如是观者 有为离慢之间 那还没有解脱 还没有离我慢 那么 第三个 那么 你在正思维 就是你 你心 定位均等 你去正思维 去起官 那么通常 我们的所谓的 修扯承慰 都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 文守承慰 失守承慰 修承承慰 那么正就是 离慢清净 正就是 你正到了 你解脱了 那这个 这个就是这里的 所谓的离慢 之间清净 那么 这个是正所承慰 但是 你要得正者 然后要见到实相 基本上都要有 修所承慰 那修所承慰 其实是在定中 定中观无产苦空无我 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定中 怎么观无产苦空无我 当然要思维 就是这里的正思维 先要正思维 那么你要知道 什么是无产 什么是苦 什么是无韵 什么是六处 这些你要先分别 你这些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什么是无韵 什么是六处 那么你 你入定的时候 你要怎么观 你也不会观 那你都不知道 无产的是什么 无我的是什么 那你要知道 怎么观无产 关无我 所以你要正思维 你要定中 要起正思维 那么你必须平常 平常你就有这一些 正确的思维 那个这个叫什么 思所承慰 所以要如理思维 那如理思维从哪里来 从多文来 我看经 我听人家讲 听佛说 听舍利佛说 听善知识说 我知道 五欲是这样 五云五场是这样 你知道了 那知道了 你在定中 你修定正念 依正念正知 专注 那么设心 那么清楚 不分成不调局 那么再去观 努力去观这个 那么这个就修了成慰 修了成慰 所以从思所承慰来 思所承慰 从文所承慰来 文所承慰从哪里来 从文所承慰 就是从清静善知识 或听经读经 看经 这些啦 你用听的 听人家讲的 用看的 以前没有用看的 佛陀时代没有用看的 直接用听的 听人家讲 那么你知道 所以叫做思欲流之 清静善知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跟法随法行 那这里 你看那也是一样 观察 我们看这个是第三个 要写一下 那么你在正思维 那么以专注的心 正念正知的心 去正思维 观察 贪相 就起观了 贪相断 称慧吃相断 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心 贪称吃的心 心在哪里 没有 这个有点像宝基金 宝基金不是 叫你三毒球吗 有没有 你还记得宝基金吗 宝基金它三种观法 你看它也是这样 普明菩萨会 我们叫古宝基金 它是三十 三十球 然后三处球 然后呢 三毒球 那这个是心 都是其实是观这个心 其实这个都是观这个心 那阿含经基本上是观五运 色受想形式 这个心是受想形式 那也可以讲 这个受想形式 就是这个心 那有时候会把这个叫做心 这个叫心锁 那有时候会把这些都叫做心锁 那么三十 就是心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那通常 通常都是观身心 通常都是身心都观 阿含经里面 常见的就是 观这个身心 我 观这个我 你无我一定要先观我 我是什么 然后否定掉这样的概念 那才叫做无我 无就是否定掉 那么你认为有我 把这个认为有我的这个概念 观念 否定掉 那么这个就是无我 那么你所执取的我 其实不存在的 就是你所执取的我 那你要先认识我是什么 所以要先观我 那我不外乎是身心状态 就是设法非设法 这个就是设 这个就是心 这是设法跟非设法 物质跟非物质的 大概就这两个情况 那这两个情况 身心状态又可以分做什么 孕处见 五孕六处 五孕六处六界 大概是这样分 那好 那现在是专门就 三十求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心是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三处 假设它有 那么它不是在过去 就是在现在 就是在未来 那你去找那个心 在哪里 那么假设它存在 它是实在的 因为我就是恒常独一自主 我们这些概念都要很清楚 恒常 独一 自主 如果有 它是恒常独一自主 那它一定是存在的 它是实在的 那它实在在哪里 如果它是实在的 那它在哪里 从 从时间上看 因为我们就是时空的世界 我们就是时空的世界 那么 如果从时间上 它在哪里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那么 那么 时间上 在哪里 空间上 它又在哪里 空间就是 内外中间 在内 在外 那么在中间 那如果阿安经里面 它就不讲中间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 好丑 出息 远近 那从它的向上来说 那么它有好不好 那阿安经就是这样的说法 那大圣经典就整理过 整理过 那么三独呢 那三独求 应该本来是三性求 如果它有自信 那么它的心性是什么 是善 是恶 是无忌 照理讲是这样 那奴家也在 奴家跟荀子 就中国的这种 早期的这些哲学家 这些思想家 也在探讨 那人心到底是善 还是恶 还是非善非恶 还是亦善亦恶 就有这四种说法 那通常我们知道的是两种 就是孟子讲的信善说 就孔子孟子讲的信善说 孟子特别强调 荀子讲的信恶说 西方语也是这样 西方语也是这样 不是信善就是信恶 难道还有心是 心性 心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还是亦善亦恶 还是非善非恶 有这四种说法 好 那照理讲 那么心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善恶无忌 但是从众生 我们现在现况的角度来看 很明显的 我们有烦恼性 所以它比较好说 有烦恼性 所以它就从那恶里面烦恼 烦恼里面 肿瓜就叫做贪嗔痴 贪嗔痴 好 那所以它就跟你讲 那如果有的话 那是贪心 还是称心 还是痴心 好 那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 这个案件里面 也是这么说 你看 好 我们来看 所以它说 那 你再去思维 那这个心 那前面是身心 色身相会触法 就你感官面对的这个世界 那么 这个是观察这个法相 那你再观察这个贪嗔痴相 那么断 那么这个叫做无所有 根本就都没有 没有 这个你找不到 这个贪心 称心 痴心 如是观者 犹未离慢 之见 清见 这个是第三观 第一观 我们写起来 方便大家 整理认知 我们就把它擦掉 就是 我们每次 每次读到相关的 我们都要马上能够 举一反三 那么 叫做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有助于你 理解更多 更详细 更全面 所以你要有这种习惯 举一反三 跟触类旁通 就是法跟法要通 要不然你读书会很辛苦 那你就很容易说 原来这个这个这个是一样的 就好像你开车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通的 那你的概念很清楚 那么这个跟这个是通往哪里 这个是通往哪里 你马上就可以画出地图来 你现在要从这里走 你应该走哪一条哪一条 这条通哪里 这条通哪里 你就很清楚 你不会迷惑 那我们看今天也是这样 一样 你要养成习惯 就粗略旁通的习惯 好 那它这里其实就分 那重点在 所谓的我我所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 它是所谓的空 得空 那空是什么 观 五运 五常 如果我们照这个经来讲 观 五运 五常 那个是空三妹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是无相三妹 五相三妹是观什么 外六处 色身向外处法是外六处 言而彼者真意是内六处 外六处 就是观外尘 外尘尽 我们就讲外六处 外六处 那么这个 相 外六处的一切相 断 那么第三个是观 贪嗔痴心的心向断 贪嗔痴向断 第三个 空 五相 第三个叫做无所有 无所有 空 五相 无所有 那是观什么 观 观 贪嗔痴 烦恼向 所有的烦恼就是贪嗔痴而已 其实就是烦恼向 那么烦恼心 心所 贪嗔痴向断 就是你不止取有这个向 那么 这个叫做无所有 那么这个还没有 还有第四个 观察我 我所从何而生 第四个 第四个是观 他这第四个是没有想 没有讲 他是什么 那今天这个空无相 有三三面 那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五运是我 这个外六处 是我所 那贪嗔痴 应该也是我所 就是我所起的烦恼 那我所认知的这些境界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观察我 如果是这样来看 我们看这个经文来看 那基本上就是观察我 我所 这个是我 那这个也可以叫做我所 贪嗔痴之下 我手起的烦恼 那么 所以他就又总回来观 我 我所 观我 我所 观我 我所 从何而生 他是说 这个五运无偿 社长是无偿 那六处也是无偿 无我 贪嗔痴也是无偿 无我 那五运从何而生 这些外六处从何而生 先观这个 我们先下课 然后还有后面来的 我先写 你们先下课 我先写